這個球是一個好球 速球呢可以最快 幾乎可以來到三位數字的球速 另外還有曲球、滑球、變速球 這個球果然是將近100M的速度 但是還是被Duvall 騎乘車穿越了三游之間的安打 展現他的價值 前後五分鐘左右 Alan Duval先用他的手臂 再加上他的棒子 圍球隊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好 Martinez正在熱身 再來輪到Servelli打擊 Servelli打擊 這次是被三陣出局 一個check swing 幾乎可以說是好像還沒有到灰色地帶的部分 其實這時候Alan Duval上去 也可以考慮換Billy Hamilton上來帶跑 也可以手外延 對 因為你帶Billy Hamilton 應該就是用在這種時候啊 對 就是準備帶跑的時候 尤其是一壘壘包上面的跑者 尤其是一壘壘包上面的跑者 在他帶跑的情況下 很有機會變成二壘壘包上面的跑者 這次Porter先生 這次Porter先生 因為在前一次就是被一壘神拉掉的 對 甚至只是很優微的粗棒啊 所以這次Servelli露出了詭異的笑容 使得這個打擊的球數變成兩好球一壞球 好 如果面對 誘打者他的訴求的被打幾率是比較偏高的 三乘九四 但他滑球面對誘打者 只有一乘五四的被打幾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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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之間 其實特寫的鏡頭當中 其實剛剛子萱也提到 特寫的鏡頭你會覺得 好像都過半了 但你要稍微把鏡頭拉遠一點 但兩好三位滿球數 這是現在的狀況 一百米 剛剛Dubau先走了 Dubau今年沒有嘗試過任何倒壘 所以如果真的要走 為什麼不把Billy Hamilton換上來呢 因為是有風險的 對 如果Servelli被三陣 那再加上Yadimolina的傳球 幾乎很有可能就是一個雙殺 不要有三萬滿球數 在今年 面對誘打者的時候 幾乎都是滑球比較多 滑球占三分之二的比例 結果打在地上 打跑收到效果 二雷雷包上面有跑者 我們看到Billy Hamilton 一直都在看總教練 已經看很久了 因為現在勇士隊板凳上 就剩下第三號捕手 Tiler Flowers跟Billy Hamilton 對 那此時不用更待何時呢 其實我覺得確實應該是要 有機會的話 就趕快把Hamilton弄上來 這時候如果打一支安打 結果Dubau的速度 沒有辦法回到本壘的話 那是比較可惜的一件事情 你把Hamilton放在板凳上 對 那是發生了這樣的狀況 所以雙換人 好 各位觀眾 現在在洪水隊方面 要更換投手 要把他們的終結者給推出來 這次是 MLB Postseason TBS 和Bank of America What would you like the power to do? Mike Geico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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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球季也打出了她個人的第一支拳打 另外還有到本壘成功的記錄 原本在紅雀隊的外野板凳上 還有一個Lane Thomas 那是一個代打超好用的一個打者 但是後來因為右手腕的骨折整季報銷 捏好球一壞球之後這個球 正好在外角最低的位置 一次轉回來 因為這球你出棒打大概就是一個滾地球 對 前面三個球還沒看到速球 是比較大的球 比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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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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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絕對上一次拿到世界大賽冠軍是在2011年 Chuper Jones 難道是他接到球了嗎 真的 反彈球必須要趕快傳球才來得及 結果還是來得及 才說他有速度 所以Dance比Swanson這球必須要非常乾淨俐落地處理 沒問題 不過阿魯拉瑞呢自己又當了裁判了 還沒踩到一雷的時候雙手已經說safe 但其實沒有 You are out 一眼出局之後輪回到第一棒的Fowler Dexter Fowler在今天的比賽當中 只靠著一次4-9保存上壘過 不過一個內滾地球讓他把分數給打了回來 雙方變成1比1平手 勇士隊在今天的比賽當中先得分 在比賽一開始的時候第一局就得到分數 今天勇士隊在先得分的比賽當中取得的成績 例行賽 取得75勝26敗的戰績 對手先得分的比賽呢他們是得到了22勝39敗的成績 哇 Fowler在兩好球沒有壞球的情況下打出了中走外野方向的落地 一點安打 哇這球揮棒非常輕鬆啊 他揮棒的幅度非常小 就是在兩好球之後想要接觸到球 打成了一個反向的平飛安打 這球跟得很後面喔 這球跟得很後面喔 嗯 兩好沒有壞耶 這球投得太甜了一點 Fowler 今年有八次的倒壘成功 確定球已經傳回到投手手套的方向了再起來 大擊區的是Tommy Edmond 相當強勁的一個滾地球穿越了二壘方向 Fowler想要上三壘 這次的傳球來不及 非常大膽的跑壘 哇關鍵關鍵 這一次的跑壘相當的積極 哇再把機會做給了Goschmidt 稍微高了一點啊這個球 從那角度看起來感覺Fowler繞過二壘的時候 還有一點放慢喔 Fowler是不是故意引誘Makakis 等於是鬆懈了一下喔 有可能 然後他再加速來衝三壘 對 Edmond在今天的比賽當中也有兩盞打 嗯 這下Gody 自己第八局的拳雷打之後 現在又有機會打進超前分啊 然後用他的左手把內包勾住啊 嗯嗯 當然 很準確 Pole Gochmidt打擊 Gochmidt上亞面對Melanson 12-4 兩轟啊 勇士隊內也是要抓雙殺哦 這向伊蕾方向他做個牽制 阿德曼也有速度 今年有十五次的道理成功 只被抓到一次 球數目前是Gochmidt取得領先 沒有好球 三壞球 剛剛這相當聰明的跑了耶 乾脆再投一個曲球好了 要來抓Osuna 你看這裡稍微減速 然後突然再加速 感覺這樣才讓Makakis 好像慢了一拍才傳球哦 滿磊的情況下要面對下一棒打者Marsel Suna 還是一個要抓雙殺的一個內野鋪陣 剛剛這一次的面對Gochmidt投球 感覺上是一個不是故意的 故意失敗球保送 既然你的目標放在Osuna身上 就看看頭部怎麼樣來面對Osuna 對 Osuna今年面對右投手第一球 如果說你投訴球 把球放在投進比較低 比較外角的位置 他幾乎呢都會看著球進來 兩好球走在前面哦 Jashtunland 如果說在兩出局 兩好球之後要來面對Osuna 外角的變化球 尤其是投在比較低的地方 Osuna是比較容易上當的 這個球在界內 這個球在界內 果然是變化球但是在界內 兩分的一雷安打 哇 這是CHABOB的二雷安打哦 這把全場SUNTRUST球場都打傻了 哇 今天黃雀隊在這個 左半邊CHABOB的二雷安打 這已經第三支了 對 又是兩好球沒有壞球哦 就像這個半局的攻勢 Dexter Fowler也是兩好沒有壞的 情況之下開啟的 這一球當然投得不算差哦 只是Osuna跟得太好了 就是這個位置哦 就是這個位置哦 好無疑問 今天第三個了 不死鳥又來了哦 非常關鍵哦 今天這三支的CHABOB的二雷安打 每一支都有用哦 Molina被故意四外球保送上壘 要來面對下一棒打者Paul De Jong 勇士隊自從2001年 他們當時在季球賽第一輪呢 橫掃了太國人隊之後 第二輪在國聯冠軍系列賽 輸給了響偉蛇 響偉蛇後來打敗了洋基隊 拿下2001年世界大賽冠軍 就自從那個國聯冠軍系列賽之後 連續九個季球賽的系列賽 都沒有辦法能夠取得比賽勝利 這也包括了2012年 在跟紅雀隊進行外卡輸死戰那場比賽 哇 紅雀隊真的他的韌性啊 這個整個球隊的這種團結跟凝聚力 真的非常驚人 如果大家還記得就是在前兩個禮拜 紅雀跟小熊四連戰 四場比賽他們都是逆轉的一分勝 對 那等於是 就是把小熊隊球技給結束掉了 另外一個沒有發生的 但是關鍵是Chris Martin的受傷 嗯 原本預計他投第八局的 但是因為副鞋肌受傷的關係 那個半局不得不把Luke Jackson推上去 把Luke Jackson推上來之後呢 其實在一開始呢 就被Goschme打出了全雷打 接下來雖然投出了三陣 也抓下了 Yadiel Molina的一個內野滾地球 可是連續兩支安打 又使得在 雷包上面有人的情況之下 把現在在投手球上的Mon Anson 把他給推出來 嗯 從Martin受傷之後 勇士隊牛逢一又三分 這二局掉了四分 還有 扣了望又是一個界內球 哇 這球又是Chiabobie在一壘方向 再補進兩分 連續 左半邊 右半邊的Chiabobie阿里安打 讓這場比賽的比數 從3比5 又變成3比7 哇 今天紅雀靠著Chiabobie 真的 雖然 全場只有Goschme那支陽春炮 好 但其他連續安打 真的是 現在勇士隊被徹底打傻了 而且都是打他的曲球 剛剛的Ozuna 現在的Coulton Wong 好 好 勇士隊要更換投手 目前勇士隊落後的比數 來到了4分差 在Chiabobie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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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整個勝利組的穩定性完全被打破 從一個鏈頭受傷開始 似乎後面的佈局全部都有點亂套的感覺 Sean Newcomb在今年有6勝3敗 3.16投手自責勝率 55場出賽投了68三分第一局 投出65次三陣29次的保送 那現在當然2-3的禮包上面的跑者 已經兩人出局了 那麼在打擊區的是投手啊 對 這個換投其實只是為了保全 Marie Melanson的用球術而已啦 就不要讓他再投下去了 因為整個局面已經被打開 真的有需要的話明天還會用得上他 所以這時候把Sean Newcomb給推上來 讓他面對Carlos Martinez 對方的投手 那當然現在對勇士隊來講 在9下 面對4分差的比賽 尤其是面對對方的終結者Martinez 勇士隊能有多少反攻的表現 上次勇士隊在季球賽碰上紅雀隊 那場比賽在2012年勇士隊得3分 今天到目前為止 這場比賽勇士隊還是得3分 雖然Martinez被3分出局 但是傷害現在已經擴大到了4分差距了 看看這兩支恰爆B的Arlander 一直在左邊的邊線 一直在右邊的邊線 明天出現 錯誤! 只有您在想看 最早的一支涌 千萬多角力 我們在大陸 對方的全部場 是世界真正的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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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幾位打者剛剛擠出來的 機槍安打的畫面一連串都好像是 同樣的一個球爐幾乎相同的位置被擠出安打 這可能頭骨在配球上的應變慢了一點 尤其有蘇娜還有一開始開啟攻勢的Dexter Fowler 都是兩好球之後的沒有壞球情況之下的曲球 現在才把Billy Hamilton換上來 但卻是要接中他的bounce 這個也是比較有意思的一個調度 因為板凳上就剩下他跟Tiler Fowler 兩個二選一啊 對 如果真的是比分比較接近可以一棒改變戰局的話 會用上Tiler Fowler 不過現在是先需要上壘者 連續兩個好球 連續兩個好球 以為這個後門走進來了 勇士隊在這個半局想要追 比較大的分數的落差 必須要在壘包上面多幾位跑者才行 對 Kalbersen Kalmargo Inciarte 這是勇士隊因傷缺陣的幾個球員 對 Kalbersen呢他的骨頭有些骨折的情況 Kalmargo呢是小腿 現在比較讓人關切的就是 Kalmargo呢他的一個狀況到底怎麼樣 如果說真的腹斜肌出現了受傷的狀況的話 這個會比較麻煩一點 滿球術 Emilton很清楚他的任務就是上壘 不管用什麼樣的方式都好 因為Jordan Hicks受傷了 所以Kalors Martinez 重返他去年終結者的位置 Emilton把這個球集成了一個飛球 在右外野方向看起來可能是界外 打到護網 對 打到護網 8月19號 皇家隊把他放進讓渡名單 同事隊才把他撿起來 這是一個大外角的壞球 兩號球 三號球滿球術 Hamilton尤其是這個打席他是從 聯好球沒有壞球開始 這時候 Hamilton會老老實實地待在一雷雷包上面 就看勇士隊的前段棒次 勇士隊整場比賽 安打到目前為止 打出來七支得三分 對方打出十四支安打得七分 山羊面對 Martinez有2-2的打擊表現 還有一次4-9保送 阿康尼亞Jr這球 把他打印出去 在中左按野方向 阿瑟的Vista 阿康尼亞Jr這球 4分追回了一半 這就是為什麼剛剛 比了Hamilton那個保送 很關鍵 關鍵 等於是多送給了勇士的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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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康尼亞MATATA 他的才華無庸置疑 只是在稍早 我們看到他打出了深遠的安打 卻是停留在一壘上面 當然這球毫無疑問 這場比賽阿康尼亞Jr 包括了全壘打 另外呢 一臉安打 二臉安打 還有一次被4-9保送上壘的紀錄 不過 這支全壘打 現在為勇士隊帶來的能量 應該是蠻大的 就看勇士隊能夠 在他這支全壘打帶動之下 能夠什麼樣的表現 就看勇士隊能夠 在他這支全壘打帶動之下 能夠什麼樣的表現 能夠什麼樣的表現 在紀錄賽的史上呢 打出全壘打最年輕的打者 是Andre Jones 當時還不到二十歲 拿太快了 十九歲一百七十七天 那麼Brice Harper 在紀錄賽打出第一支全壘打的時候 是十九歲有三百六十二天 Ronald Acuna Jr 打出那支滿關炮的時候 是二十歲有兩百九十三天 這球必須要趕快 接得漂亮 Nice play Nice play 我們看看Gody 到底他的腳尖 有沒有釘在壘包上 這當然值得一看 明明都什麼時候了 對 都已經來到第九局了 所以 反正教練Wise 我剛剛提到了 過去也是勇士隊選手 Tommy Edmond 今天在三壘 都面對了幾個不好處理的球 這個 可以看到剛剛那個慢動作 他傳出去那個握球 並不是一個最順暢的 看起來是有 球 球進去 勾底的右腳還在壘包上 球進去 勾底的右腳還在壘包上 哇這個還有懸念喔 最後那個角度 他到底那個鞋釘有沒有是釘在壘包上 因為剛剛那球 因為剛剛那球 Tommy Edmond 緊急的情況之下 他的手指並沒有扣在那個球上面 所以傳起來的球是往上飄 對最終把勾底 這個 這個 很難說 真的很難說 很難說 真的非常難說 這個可能要放大鏡看 這不要說4K 連8K都不一定看得清楚 這可能用FBI調查局那個 跟他講說來你把它放大我看看 這個 重播中心呢 在紐約的Chelsea 對所以 經過改判 沒有改判 維持原判 還是認為 勾底的釘鞋有釘在壘包上 或至少有插到 或者是沒有明顯的證據 對 證明這個球 最後 Goshman他的腳尖已經離開了壘包 不管怎麼樣抓一下第一個出局數 對於現在的 守方 也就是尤其是投手 我覺得在心裡面上面 可以稍微比較安定一點 對 至少追評分還沒有上來 對 至少追評分還沒有上來 聖牙面對 Kalos Martinez 也有十個打數 五支安打 包括支拳打在內的 Freddy Freeman 非常好球 Kalos Martinez 那球季賽四十八局只被打兩支拳也打 就剛剛就被Akunia一棒轟出去了 Kalos Martinez 我是個外角的變化球 現在師傅 在那邊 這回到無論路之後 在那邊 和成群大師 對 就是一個外角的變化球 這個球99麥克的球速被抬出去中衛方向 又是一支拳雷打 只差一分了 球季賽48局被艾兩轟 季後賽一局沒有投完 也是兩支拳雷打 剛剛那個重播更重要 真的蠻重要的 真的蠻重要的 現在對Cos Martinius來說 心裡面的負擔應該是蠻大的 剛剛我們提到了 在整個大聯盟當中 今年只有兩支球隊 出產了三位 至少單計三十五支拳雷打的打者 另外一個是稻齊隊 稻齊隊的 我們先看看 Freeman多久沒打拳雷打了 九月份一支拳雷打了沒有 我記得 因為一直受到軸傷的關係 我當然從過往的對戰紀錄來看 Cos Martinius對勇士隊前三棒 真的是比較居下風的 而剛剛Acuna Jr.跟Freeman 真的讓他受到了重傷害 不過他跟Donaldson是生涯第一次對決 Donaldson 在一壘之前遭到刺殺 兩出局 哇 Colton Wong這個喘得不理想 但是Gody救了他 對 Dakodasan 趕快熱身 第一局就起來熱身了 現在第九局他又起來熱身 Gody不愧是金手套 三度金手套獎得主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國聯應該是最好的兩翼雷手 空手兩端都是如此 沒錯 就是這個重點 十一個打數 面對Martinez只有兩隻安打 這個走後門的滑球 對左打者來講 Martinez用起來還相當得心一手 這場比賽太多的關鍵 然後 除了剛剛當時九局一口氣四分 Osuna當然已經拉開了分數 但最後Colton Wong在補刀 你看多關鍵 非常關鍵 Martinez今年面對左打者 他的訴求的被打擊率比較偏高 但是現在 這個揮棒落空之後 現在變成了兩號球一壞球 所以面對Martinez這三球 都還沒有訴求出來 剛剛被Freeman打出的拳打 也是一個九十九麥中間偏高的訴求 對 現在看看勇士隊如何續命 這個責任 結果是Nick McHekes 站著被三戰出局 勇士隊在第九局下半的反攻 靠著兩隻拳打 追上了三分 但是還差那麼一分 才能夠將這場比賽 繼續打向延長賽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勇士隊最後 是公敗垂城 在五戰三勝制的第一場比賽 當中輸給了紅雀隊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下一場比賽 我們會為您帶來到期跟國民之戰 也非常謝謝我們的球評 陳全老師為我們帶來精闢的解說 我是常富寧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或許開票 那是adic 那是快樂 那是卡ил Давно 我們走向來 我們都 traff來監賦 快樂 ça就去輸了 這盛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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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